嘿 喂 大家好 这款影片呢 我们是讲这个课本立题的4.6.1 那这个课本立题的4.6.1呢 这个我稍微把它改 把这个题目稍微改一下 稍微改一下 我把它改成说呢 这一模一样的问题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牛奶加热 我给牛奶放在一个容器里面 然后被一个加热管加热 然后呢我现在改问说 因为我们上一个影片呢 那个4.6.1呢 这一题最后是 也是要去查蒸汽表啦 查蒸汽表把所有的议题呢 都当作是那个饱和的议题 OK 那如果当没有蒸汽表的时候呢 这一题还能做吗 OK 这题当然也是可以做的 但是这个题目如果改给你 但是题目必须改给你讲 那个议题的比热是多少 所以说呢这个呢 我稍微把它改一下 这个这一题就是一模一样的题目 但是我题目改给你这些 那个牛奶还有水的比热 然后一模一样的题目 然后是分析说呢 这个加热过程呢 要多久呢 我们假设T小时 我们假设Basis T一个小时 T小时之后呢 这个加热的程序会完成 OK 然后不用蒸汽表 我们改用这个比热 这样这样能做吗 OK 这当然是可以的 好的 那我们这Energy Balance Equation呢 我们就直接就写出来 不再从头推演 推演了 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个要想要知道 Energy Balance Equation 最后为什么是长这样子呢 就去看上一段的影片吧 好 那这个这个做法呢 即使是大同小异 这只是说我们这一个 改成不用蒸汽表 OK 我们最后这个系统这个状态是100公斤的牛奶 OK 100公斤的牛奶 那系统一开始也是100公斤的牛奶 OK 那等于100公斤 100公斤 牛奶OK 这没有问题 好的 那我们这个搅拌器呢 对这个这个系统去做工 是3.42千瓦 3.42千瓦 然后是对这个系统 对这个牛奶 这个议题做工 所以是正的 是等于3.42千瓦 千瓦 然后乘上T小时 因为这个瓦特是功率的单位 他不是还不是能量 这功率要乘上时间呢 才是能量 OK 那瓦特的单位是什么呢 不要忘记了瓦特是什么 瓦特是交额除以秒 交额除以秒 那你这样乘以T然后是小时的话 那我必须把这个 我们现在单位是basis T小时 所以这个second呢 这个我迁往这个单位下面这个second呢 1second等于3600分之1小时 OK 所以呢这个你的单位换一换的话 你应该会变成 这个应该会变成3.42乘上3600 乘上 乘上 T然后这个最后这个单位约掉 那会变成K然后小时 抱歉 所以最后约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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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约完最后呢 就变成千交雷奥 单位是什么千交 千交小心喔 那这乘3600的原因是因为 1秒等于3600分之1小时 OK 好 那这个是供了这一部分 然后MIN跟MOUT呢 是多少呢 MIN跟MOUT 这个我们要看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的基底是 我们的基底是 他题目给你是一天 一天50公斤啦 OK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一天有24个小时 OK 抱歉 我要稍微回头一下 这个题目是给这个流率 一天有50公斤 所以这是质量流率 但是M是质量 M是质量 要乘上时间才是质量 乘上T小时 OK 然后因为一天有24小时 一天有24小时 所以最后这个 才会变成小时 公斤然后 乘上T小时 然后最后这边才约掉 才变成 公斤这边会变成50除以24T 然后单位是公斤 OK OK 要小心 这个 这个质量流率 要乘上时间才是变成公斤 哎呀 自己看这一题 就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 OK 要小心 这个题目是给这个质量流率 要乘上时间才是公斤 好 好 那我们最后这个 我们最后这个 我们最后这个化解一下 这个 这个 energy balance equation 它最后会变成 M MF等于MI 哎呀 先吧 先等于100 那我们现在等于100 那会变成这样 这个会变成100 然后UF 减掉UI 然后等于 3.42 然后 T OK 然后 加上 M 印字50出24T 然后 H印加 Hout OK 然后不要忘记了怎么估计这个内能呢 哎 这估计的内能 哎 这个我是 哎 哎 是我这样写对吗 Steady state 呃 使用哪的内能 嗯 嗯 哦 那我这边应该写错了 抱歉 这个 题目这边我应该要改一下 下下下下下 CP CV OK 假设一下这个牛奶CP跟CV是一样的 OK CP跟CV是一样 液体的话 CP跟CV不会差多少 OK 不要 刚刚这个 刚刚这个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这个Milk的面那个CP这个那个定压下的笔热跟定容下的笔热呢 CP跟CV是差不多的 他这个定容下的笔热应该不会差太多 因为是液体 液体 那如果是气体的话呢定压下的笔热跟 跟 定体积下的笔热就会有蛮大的差距 因为气体很容易受温度影响 膨胀 那热含量 热含量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因为那个液体的话 它那个体积受英温度影响很小 那体积不太会膨胀 所以那个那个除热除热的 除热能力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好 那这个 OK 那我们这边 来讲一下啦 那不要忘记 如果是 这个U呢 是等于多少 这个U会等于 提醒一下好了 这个U内能呢 会等于定容下的笔热呈上温度 那如果是Enthrope呢 会等于定压下的笔热呈上温度 OK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所以呢 我们这样停一下 这个变成 那因为我们起始状态都是 我们的起始状态的话都是同一个物种 比如说UF的话 这个是牛奶的内能 牛奶的内能 牛奶的内能 OK 那这个牛奶的内能呢 这个 我们乘上 因为那是内能 所以是CV乘 加上TF-TI 那等于3.42T 加上 24分之50T 然后这边是 定压下的 定压下的笔热 然后是T-IN -T-OUT 那我这边特别注明一下 这边是 这个是水的笔热 WAT 然后这边是 这边是牛奶的笔热 OK 好 那 OK好 那这个最后呢 我们就先把这些东西呢 带进去 算一算 聊 嗯 把这个插掉 这个空间呢 应该就够了 OK 这我一开始听不过忘了忘了说 这个定压 这个定 液体的定压跟定容的笔热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OK 然后这边呢 我们后来的 算是我们用蓝色笔热好了 100 OK 然后牛奶的内能是 抱歉 牛奶的 热熔是 3.93 3.93 TF.T 牛奶的最后的温度是多少 要小心 25度C 但是25度C是多少度K要小心哦因为这个 这个笔热的这个单位啊它下面这个温度是绝对温标啊绝对温标啊 OK所以你这个25呢其实是要再加上273变成绝对温标 所以变成是298 那减掉273变成绝对温标 哎抱歉是283啦因为这个牛奶一开始的温度是10度C 那10加273就是283 283 然后等于3.42T 加上24分之50T然后呢水的笔热是4.18吼 然后进去水的温度是多少是60度我出来的水是30度我谁减谁要小心 我看一下 对小姐只要小心进去的水是60度C所以他是 60度C他这边一样小心因为比这个单位是度K 所以是60度C是333度K 333度K OK 然后扣掉出来的水是30度C30度C是303度K OK 所以呢这个要小心啦 不过好险这个其实是如果你没有注意到单位的你如果不小心没有注意到单位的话呢这温度的单位这一体是不会受到什么 刚刚好不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最后是求温度差 那在这个凯氏坐标跟这个摄氏坐标他的温度差是他的scale他的尺度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假设你这里不小心没有换 杜西没有换杜K的答案算出来还是没有错但是其实那是歪达正早 你还是要把它换成杜K因为比这个单位是杜K这样子 比这个单位通常都是杜K 好那所以呢这个我看一下 所以这个你最后算一算这个你这个最后这个位置数只剩下这个东西吗这个我这个方程是只剩下这个位置数T而已吗那个T最后大概算出来也是 大概是0.468 小时 T是小时我们假设一开始单位是小时那跟之前那个用那个 用那个蒸汽表插出来的最后算出来答案也很接近 也很接近 OK 所以这一题呢是跟你讲这个这个题目有另外一种问法如果不是靠查蒸汽表的话呢 那你这个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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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估计要怎么估计呢如果没有蒸汽表那你就是要靠笔热笔热就可以让你估计那个 specific internal energy 还有那个specific enthalpy 这个就是笔热的重要性 为什么要 化工那个化工的热力学 为什么要这么跟你讲笔热这个东西因为这东西最后可以拿来估计能量的变化 还有那个 enthalpy的变化 所以这个这个笔热这个物理量在 在工程里面 不管是不管是化学工程 不管是 你只要牵涉到能量计算呢 这个笔热这个物理量都是很重要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物心 然后这个是4.6.1呢 我把它改一下 说改成给笔热笔 然后不查蒸汽表的话呢 要怎么做 OK 然后一样这个做这个 energy balance的时候呢 这个要小心那个单位 单位真的很重要 OK 你不注意单位就整体就完蛋 这是为什么学期一开始要讲单位温算的原因 好 这个我们这题有讲到这边 嗯